大家好,现在正是南花的花芽分化期 或者是有些花有的南花呢,已经长出了花苞 那么有些花也会发现南花外城呢,有一点胶枯的情况 然后呢,以为南花是病害,在来给它用一些杀菌药 其实呢,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出现这种胶枯的情况呢,很有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虫害 技码而造成的 技码主要是危害南花的嫩芽 还有它的花苞,会在上面呢,有一层黑褐色的条纹 那么一旦感染技码的话呢,会影响到花苞的生长 导致花苞后期无法开放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预防才行 那么怎么预防呢 预防最简单的办法呢,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小白药浮虫胺 浮虫胺呢,它可以被蜘蛛所吸收 然后对这些虫害进行猝杀和毒杀 我们直接取上一小勺,把盆土边缘给它剥开 沿着盆土边缘给它均匀的撒进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,我们两个月只需要撒一次 这样的这个技码一旦啃食花苞 嫩牙呢,就会马上被毒死 这个小白药不仅能够预防技码 对于杰克虫啊,牙虫,小黑肺这类的虫害呢 也有非常好的防治效果 好了,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